今年的舞剑得奖作品中 林文中舞团的《长河》 是唯一的舞蹈作品 向来在剧场中跨界实验的林文中 这一次在舞座《长河》中 以大地之母的河流作为创作发响 舞者在寂静中身体开始缓缓波动 就像河流一样延展前进 整件作品简洁单纯 回归现代舞蹈的初衷 在极简的舞台上 七名舞者手肘相处 随着音乐的旋律延展跟移动着身体 犹如蜿蜒的河水滔滔流动 这是本届台新艺术奖 唯一得奖的舞蹈作品 林文中舞团的《长河》 透过身体去领悟一件事情 然后从眼睛观看的过程 观看身体的过程 我没有能感受到时间性 他说不管怎么样 你踏入水的那瞬间 永远都不会再重复 因为水是一直在流动 所以你是透过一个 一个仿和的一个身体的描述时候 如何带出这个时间轴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我们在东方在讲的一个幻化 一个变者横变的一个道理 要怎么样去透过舞蹈自体与会 在那个静框的一个舞台中 去表现出这个人生是圆的 时间轴永远在推进 很像河水一样 那个诗是我一直想做的 林文中将《长河》作为舞团 跟创作的转型宣言 在经历了小系列的实验后 他发展了一套新的运作方式 寻找纯粹的舞蹈身体 踏出了回到大剧场的第一步 希望能做一个像河的身体 然后能拉近我跟我母亲那一辈的 舞蹈人的一个距离 它对我来讲是有点像是一个 转型的宣言也像是一个里程碑 就是我要我在创新的同时 我必须要了解跟整理过去的一些 东方民族舞的一些素材 某种程度来说是有点复古的作品 就是说现在的人已经没有在做 这么纯粹的一个东西了 但是我觉得那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一个舞团该做的是什么事 它什么东西最该被看到 真的要拉长时间轴来看的话 什么才是舞团的一个身体系统 那种可辨识出来的一种身体特色 就变成说你要转型成为一个中大型舞团来讲的话 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展现了细腻的身体律动 在高低起伏间交错起舞 配合光影的变化跟音乐相互呼应 就像长河般流动前进 时而缓慢 时而奔腾 宣称是由小转大之作 那我们在这个作品里面 就可以看到它的确成功地 撑起了一个大舞台 它虽然撑起了大舞台 可是它用的装饰性元素 视觉性元素却是压到极简 这支舞它没有舞台设计 简单来说它没有舞台设计 它等于是在一个空台上舞蹈 它虽然什么都没有说 它虽然用一个非常极简的方式去演出 可是我们的确在舞者的这个舞动里面 闻到长河的气味 长河的温度 然后长河的那种触感 我很讶异它们会选这样的一个 这么纯粹的一个作品 对 我不怀疑这个作品在这个时代是必须的 但是它们从一个多元的一个奖项 来选出一个这样纯粹舞蹈作品 其实我自己还蛮压抑的 回归探索最纯粹的身体语会 林文中透过长河 用舞蹈描绘了河的千姿百探 OK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